我先跟我們的小姐 接手他菜單的小姐 先稍微比對一下 我先比對 然後我就再走過來這邊 跟吳小姐再次確認 問題是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我也委屈 然後如果我就直接回答她說 如果說我要加菜 為了多賺一道菜的這個錢 那其實 第一這筆錢 不是入到我個人的口袋 我沒有 我要怎麼偷這個錢 我這個錢不是給我的 第二 我如果真的要點 我真的要點大桌子 我在這種菜單上做手腳 我是不是 我覺得我要怎麼去 然後他就直接告訴我 我已經給你機會了 你自己放棄了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 那想請問他 為什麼就認定我在他菜單上加菜呢 吳小姐是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那個先生是坐在這個位置 他們就只有兩個人 對 兩個人而已 對 所以 其實也蠻單純 我的意思就是 人單純 菜色單純 如果我真的要在這種菜單上做手腳的話 你覺得我 是不是很快就 怎麼會不會被發現呢 點菜核對好鍋 我把客人所宣傳的筆記加重 方便第一連白色菜單 送到廚房共同區的人員 可看清楚配置菜單 然後第二連紅單就放棄櫃台 我算錢結帳 然後他就跟我講 我沒有回答這個 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 我有沒有算改菜單 我就說我沒有 然後他就說 那他們就 他就說我們兩個這樣 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然後我就在回覆他說 我請他想看看 如果正常的成立來講 你們的桌子才兩個人 一個半隻 一個地瓜葉 一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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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著他原先的說法 再加上這兩個東西 這樣清楚嗎 他說結束對話 他沒有必要跟說謊的人浪費時間 他這樣回答我 問題是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我也委屈 然後如果我就直接回答他說 如果說我要加菜 為了多賺一道菜的這個錢 那其實 第一這筆錢不是入到我個人的口袋 我沒有 我要怎麼偷這個錢 我這個錢不是給我的 第二 我如果真的要點 我是不是要點大桌子 請你拍上那個大桌子 那個做八九個人的 八九個人的桌子 十幾個人在點菜 八九個人在點菜 點的菜色多 很多人在點 很多人在看 這個總是會比較容易動手腳 我在這種菜單上做手腳 我是不是 我覺得我要怎麼去 然後他就直接告訴我 我已經給你機會了 你自己放棄了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 那想請問他 為什麼就認定 我在他菜單上加菜呢 我在 我在跟 因為這個菜單原先 這個 這個服務人員 接下來的 所以我有稍微跟這小姐 先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先稍微比對一下 我的手正在比 還在比 你看來 再往後跳 我在往後 我看看 都還在比對 客人在 欸等一下 妳就過來跟他確認 我對 我先跟我們的小姐 接手他菜單的小姐 可以先稍微比對一下 我先比對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再走過來這邊 跟 胡小姐再次確認 你讓他確認 那個動作讓他確認 我們再往後 這個是你再跟他確認 對 等一下 等一下 趁我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